王小菲最近因为被前妻大S告上法院 被追逃500万元的生活费 暴怒在社群发文大骂大S及其家人 小S也衰卷风波 被王小菲泡轰 服用没有处方签的安眠药 是踩在大S脑袋上的小丑 对此女性康茵茵 在社群泼文丽婷小S 她透露录制小S主持的节目 小姐不吸地时 小S录影聊得孔默横飞 拍摄完其实也都累了 但是来宾找小S拍照时 小S还是会关心来宾近况 最后她一简短六个字 曝光小S私底下的真实面貌 大赞对方是一个始终温暖的人 最后再问 się Can 峰大都是一简短五个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